刚才我因为在电脑面前坐的时间太长了 于是呢就 也确实感到这个 肩紧 相关的部位啊 有一种酸痛很不舒服的感觉 于是呢 我就 做了一下五亲戏当中的陆戏 这个动作 做了好几遍 然后呢 我又打了一段孙世太极拳 于是呢感觉到自己的这个 关节的末端 被舒展开了 那么 很明显的 体会到相关的 酸痛的部位 舒服了很多 因为这一点 其实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感到我们自己的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也许我们采取某种 仅仅采取某种思维方式的转变 或者再去看一些书 或者再去 进行某种 心理训练等等 可能效果都不会太好 可能效果都不会太好 那么 有很多 很多时候 我们 离开 所处的 这样一种导致我们疲劳的 和心情不好的小环境 而尝试 身体的运动 最好是能够 进入到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在阳光之下 听着自然界当中各种动物的叫声 比如说 有时候我在森林当中散步 会经常听到花蜜鼠的叫声 一开始其实有时候我们听到花蜜鼠叫声的时候 会以为它是一种鸟叫 因为那个声音其实也很高亢 甚至比较尖细的那种感觉 但是等到有几次 我发现其实是花蜜鼠在叫 也不知道是它在求偶啊 还是跟它同伴们在一起 传递一些发现新的食物来源的信息啊 它很快乐 当你听到这些花蜜鼠的叫声的时候 能感到那里面有一种很强大的生命力 而且在森林当中呢 还能听到各种各样的鸟叫声 可能不下三四种以上 就常见了 而且前段时间我上传的一个视频 就是有一次我在雪地里面去 雪地森林里面去散步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只啄木鸟 那些啄木鸟长得非常漂亮 它这个头顶呢 是有红色的罐子 然后呢 黑色的铝毛 大概有点偏白色的 这个颈部 非常的漂亮 它很有节奏的来啄木头 那个节奏啊 有点像 那种打鼓的感觉 那每当看到这样的动物 在那儿 自由自在的 觅食 嬉戏 求偶 那么 真的会有一种忘我的感觉 忘掉自己的存在 这是为什么 我很喜欢在 在 野鸭桥那边 我把它明明为野鸭桥 其实那只是我们 附近公园当中的一个小桥 因为 一到那儿 进入到一个 野鸭群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那注意力马上会被它们所吸引 而且呢 这个时候呢 通过一段时间的步行 身体的疲劳得到缓解 注意力被充分的转移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那么跟野鸭之间呢 产生一种互动 看着 这个溪水啊 缓缓的流过 然后呢 窝光淋淋啊 不断的反射着这个 这个夕阳啊 我喜欢下午 下午出去散步 所以不断的反射着这个 夕阳的光泽 那么整个这样的这个 光影 身影 自然环境 气味 因为其实在初春的时候 空气当中会弥漫着 某种淡淡的 这个 也许是花香 也许是 某种青草的这种味道 也可能是 这个 这个 溪水 它所 在流动过程当中 它也可能会有这种味道 你能闻到一种很 很混合的 一种大自然的味道 那么 所有的这些信息的刺激 会让自己 从 不良的情绪当中 更容易解脱出来 当然当天气不太好的时候 不太适合外出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在室内 可以选择 方寸之间就可以来进行的一种 身体的锻炼 或者身体的一种 一种训练 比如说 我比较喜欢的这个太极拳 或者是 像中国传统的 一些 嗯 你可以说是一种 一种 一种动气功 就是我不太喜欢 纯粹静坐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 我们很难进行一个注意力的控制 和转移 而且身体呢 没法得到这个 充分的 充分的运动 嗯 那么 像五情细 八端紧 这样的一些运动 也可以适当地配合呼吸 那么呢 我们的这个不良的情绪呢 其实当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 这个不良情绪 跟它相关的一些思维活动 其实是被抑制的 因此呢 嗯 我认为 要 经常提醒自己 最好是呢 在在我们 嗯 视野范围之内 经常看到的某些位置 啊 比如说 这个书桌啊 或者是卫生间的 嗯 某个 某个位置 我们很容易看到的某个位置啊 贴上一个纸条 来提醒我们 现在呢 应该 离开电脑 离开书本 离开手机 我们呢 应当开始五分钟的运动 或者我们应该出去 有大概二十分钟的散步 这样对我们的身心健康 是非常有利的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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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